又称强违灰石的玫瑰石 从即日起是在松原别馆 展出了一系列石化和光化的作品 奇幻时光花莲玫瑰石化和光化特展活动 由花莲玫瑰石艺术馆馆长 首度遗师公开展出多年的珍藏 带领民众一窥如水墨画纹路的花莲美食 展出到2月17号为止 喜欢赏识的民众也可以利用机会前往欣赏 受松原别馆邀请 花莲玫瑰石艺术馆馆长曾太元 首度遗师公开多年珍藏 展出21件光化与玫瑰石片作品 除了有几幅类写实的作品 也有分别像四季风情的山水血液 以及呈现东西方不同文化 为地球祈福的意涵作品 期盼除了推广花莲玫瑰石和光化艺术之外 也希望能用艺术来对抗疫情 让小时的民众心情愉悦 增强抵抗力 花莲玫瑰石画跟光化 其实是可以说在世界上来讲 非常的独一无二 欣赏看玫瑰石是 可能喜欢它的颜色 它的美丽的玫瑰粉红颜色 但是个人以为 基本上来讲就是说 我们看一个石头 其实我比较喜欢把它看成一幅山水画 那么有山有水有意境的石头 毕竟很少 那么就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这个山水意境 它才具有我们所谓的艺术性 又名强威灰石的玫瑰石 因玫瑰般的艳采而得名 是台湾本土国宝及美食 主要分布于宜兰南澳 花莲山脉 溪流及海岸 又以花莲玫瑰石新资色最为归例 早期观赏玫瑰石 着重红度及色彩上的变化 如今纹路婉如画作的堪称上品 这一次的展览呢 大致上来讲 我们是因着这个 我们的展厅的内容 大致上是以 这个玫瑰石表背 跟光画表背的为主 那么 这一次的展出作品有21件 21件 那其中就是光画跟 这个玫瑰石片呢 大概就是各占一半左右 那我们的展出的主要的目的啊 其实 呃 除了 呃 这个 推广我们的食益以外呢 其实 也是在这个疫情的时候呢 能够在 观赏呢 花莲的石化呢 美丽的石化以后呢 心情更加的愉快 增强我们的免疫能力 切换时光 花莲玫瑰石化与光画特展 职业企展出至2月17日 欢迎民众前往松原别馆 参观欣赏 记者长邦彦华莲士报导